我們現在來介紹關於MIDI介面的一些相關設定 你會看到我們這邊已經有兩個框框 一個紅色框框跟一個橘色框框 這個分別是代表著我已經接上了兩個不同的控制介面 紅色框框其實就是我的i button push 橘色框框是nano control 這時候我們來叫開MIDI編輯視窗 它是在第三個Table MIDI Sync這裡 那你看到我這邊Ctrl Service 其實如果我有順利安裝好 各自因為每個人的控制介面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各自安裝好的話 Live這邊其實已經有支援很多Preset 就是很多組有支援Apturn Live的Ctrl都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只要插上去 接上去後直接選到正確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執行了 當然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就要參照你的那個控制介面的說明書 進行一些適當的安裝以及設定 這個地方說明都是印在各自的不同的Ctrl Service上面會有解釋 我們再來往下看這邊所謂的MIDI port這裡 這邊是顯示出我的Live這套軟體 目前已經有的Input跟Output的 就是MIDI的對應的Port 然後的端口 然後這邊有Push 我的Input的Push 然後UltraLive的MK3 這是我的錄音介面 它基本上已經就有附帶一組MIDI的印-out 所以這邊Input有一組 然後還有一個Sync Nano Control 然後下面就是相對應的Out 然後再來是這邊的設定是 基本上你可以在這邊看到我們下面就有說明 有沒有 就是是不是要開啟就是 這個針對軌道開啟MIDI的功能 然後還有Sync 還有Remote Sync是同步 你可能要連接兩台不同的 透過MIDI 然後去連接兩台不同的機器 然後進行同步的話 這邊就要去做設定 然後Remote的話是 開啟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你的Remote的控制介面 去控制Live這套軟體 那個人建議是這邊的 這邊的一開始在執行的時候 先參考每個人各自不同的控制介面的說明書 然後進行適當的安裝以及設定 那這樣應該就不會太大的問題 然後我們看一下 如果像我現在的主控鍵盤 我們是透過的UltraLine MK3這邊 那我們其實已經可以馬上測試 到底歐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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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有沒有訊號 我們可以看到右上角這邊 這兩個上下其實就顯示 顯現出我們的MIDI IN OUT的狀態 當我現在按一下我主控鍵盤 有沒有 它就會開始亮燈 好 表示說我就可以確定了 我的主控鍵盤的MIDI訊號 已經順利的送到 MIDI訊號 基本上這邊就是關於MIDI介面的相關設定